香港近两年禍不单行,中美贸易战,社会动荡,再加上新冠肺炎,连环打击经济,更不幸的事,港府管治差劣,社会分化,正经争拗无日无之,对抗经济逆境力不从心,投资者看不通经济前景,只有着手减持香港资产。 今年以来,贫建有家族式业主及豪宅投资者沽售工商及豪宅物业套现,香港楼价表现与经济背道而驰,如进入平衡时空的怪现象,正进入到早期,暴风早晚会席卷整体楼市,偏偏至今港府形忠然逆矣,未着手检讨住宅楼市辣椒,看来楼市难逃一劫,截至今年第二季, 香港经济已连续第四个季度运年情赋增长。由于第三季以来,香港被受第三波疫情影响,本来预计会出现的市道复苏落空,旅游及零售行业连续多季挨打,以冒险可守,工商物业市道陷入寒冬。 业主守不住,就只有区价求售,买单离场,更令人担心的事。近期区价沽货非仅限于个别业主。 越来越多长期持有一男子物业的本地资深物业投资者或家族式业主加入沽货行列。 尽量减榜,赚小洩多,支付印花税,也在所不惜。事实上,香港经济全无喜悉,更成中美国力的磨心。 地缘政治风险急升,即使利率持续低期,但经济前景暗淡,租金下滑令投资回报受压。 加上近期环球股市亦开始大波动,金融市场山雨欲来。 一旦股,柳齐林更不堪设想,早前政府放宽非住宅物业帮揭乘数。 但对市场成效不大,显见等到市况大疫转财着手让楼市辣椒退场。 错失时机只会落得无济于事。可港府依旧凡是万三拍。 至今仍未着手为住宅楼市减辣,必要等到中世家住宅都开始崩盘财减辣。 只怕戒时肉够无缓。香港但愿之地,这些年楼市从来都是供不应求。 但楼灾还事会发生。而每次楼市进行大型调整。 多由工商物业及豪宅市场行先。 之后淡风吹至中低价住宅市场。 楼灾变成。 这与本地大户及海外投资者持货量较多且涉额较大。 沽货虚时。 且对国际形势和本地市道前瞻的敏感度较高。 往往率先行事有关,依目前极度低迷的景气。 今年底的年关,企业倒闭及失业潮会有多严重。 难以估量,未雨绸缪,如何及早管理好楼市供求关系。 稳定资产价格,至为重要。 若港府再慢不惊心。 只怕巨浪回来。 楼市爆煲,遍地楼械。 本年度面对巨额赤字的港府财政必然会再进一步恶化。 金融系统和港元联会制度信心逆势受动摇。 无数小业主更将面临拿命绝景。 后患无穷。